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舒伯特魔王的急速逃亡曲 二,巴赫,巨弦上的永叹调的弦中哀歌 三,维瓦尔第四季的时光交响旅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舒伯特魔王的急速逃亡曲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舒伯特那首让人心跳加速 彭扶被追逐跑的魔王Alknight 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它是一场因乐语诗词的极致追逐戏 首先,让我们来点背景知识 魔王是根据歌德的同名师作普成的 而舒伯特,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作曲家 当时可能正处于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是谁的早期职业阶段 他在1815年,也就是他18岁的时候 谱写了这首歌 想想看,18岁 有些人在这个年纪还在未打电动 或者是下一次的披萨派对而烦恼 而舒伯特呢 他在创作音乐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歌曲之一 魔王,讲述的是一个父亲 在夜里骑马带着生病的儿子赶路 而儿子则被一个只有他能看见的神秘魔王所诱惑 这首歌的钢琴伴奏 啊,那真是一场急速逃亡的典范 从第一个音符开始 钢琴就像是在模仿马蹄及时的声音 不断地奔跑 彭复在告诉我们 快跑 魔王来了 而歌词 哦,哥德的文字简直是诗中的哈利波特级别的黑魔法 他们将听众带入一个既迷人又可怕的世界 让人既想逃跑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舒伯特的音乐则完美地捕捉了这种紧张和恐惧的氛围 在这首歌中有四个角色 血述者 父亲 儿子和魔王 而最有趣的是 这些角色通常都是由同一位歌手来演唱 想象一下 这位歌手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变换不同的角色 就像是在音乐剧场中的一人分尸多角 这不仅是对歌手演唱技巧的考验 也是对他们戏剧表演能力的挑战 而当我们谈到这首歌的结局时 嗯,让我们说它是开放式的 儿子最终的命运留给了听众的想象 但是 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 舒伯特可能只是想让我们在睡前再也不敢关灯了 总之 舒伯特的《魔王》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它是一个故事 一场戏剧 一次心灵的旅程 它让我们的心跳加速 让我们的想象力飞驰 并且提醒我们 有时候 最可怕的怪物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记得 不要回头看 魔王可能就在你身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赫剧弦上的涌叹调的贤重爱歌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首让人心弦轻调 类线失手的经典名曲 巴赫的 《G弦上的涌叹调》 这首曲子 哦 不仅仅是一首曲子 它简直是弦乐器的灵魂之歌 是巴赫大师笔下的音乐奇迹 首先 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G弦上的涌叹调 原本是巴赫的一部管弦乐族曲中的 一个漫版乐章 但它的名气 早已超越了原作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演奏和录音经典 这首曲子的名字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音乐界的八卦 G弦上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 其他弦都可以去喝咖啡休息了 当然不是 这其实是指这首曲子 在小提琴编排中 主旋律大多在G弦上演奏 而G弦又是小提琴上最低沉 最有魅力的一根弦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巴赫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在推特上发文 刚刚给G弦写了一首永叹调 其他弦被极度 欧几枚弄演G弦专属 巴赫流行音乐 而D弦 A弦和E弦可能会组成一个小团体 在Instagram上发自拍 配文 虽然今天没有solo 但我们依然闪闪发光 亮光闪烁弦中自有风采 但说归说 这首曲子 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并非仅因为它的名字有趣 而是因为 它那深情 而又悠扬的旋律 能够直达人心 当小提琴的 宫轻轻划过G弦 那首涌叹调 就像是时光的倒流 带领我们 穿越回巴洛克时期 感受那个时代的情感与美学 巴赫的G弦上的永叹调 不仅仅是一首曲子 它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每当我们在演奏厅中 或是透过耳机 聆听这首曲子时 都能感受到巴赫那 跨越时空的音乐才华 以及他对美的不懈追求 这首曲子 无疑是巴赫留给世界的 一份珍贵礼物 也是弦乐器的一次绝妙独奏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G弦上的永叹调时 不妨闭上眼睛 让巴赫的音符带你 飞越历史的长河 体验那份只属于 G弦的哀愁与美丽 而对于那些觉得 自己被忽略的 D弦 A弦和E弦 别担心 巴赫肯定也为你们 准备了其他的精彩读奏 毕竟 每根弦都有它的时刻 就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维瓦尔第四季的时光交响旅 各位音乐爱好者 时光旅人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欢迎来到我们的维瓦尔第四季的时光交响旅 我是那位被学生戏称为古典音乐界的时空旅行者的教授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穿梭时空 一起探索这部令人振奋的音乐杰作 首先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时光机 回到18世纪的威尼斯 在这里 红发的神父 安东尼奥 维瓦尔第 Antonio Vivaldi 不仅是一位神职人员 更是一位火辣辣的小提琴手和作曲家 他的四季 可不是你家冰箱里的那种四季 而是一套四首小提琴协奏曲 每首代表一个季节 从春天的生机勃勃 到冬天的寒风凛冽 维瓦尔第用音符绘制了一幅浮生动的画卷 春一曲开始 你几乎能听到小鸟在窗外周旧 小提琴的快速缠音就像是鸟儿清脆的歌声 维瓦尔第在这里不仅是作曲家 更像是一位自然的模仿者 而当我们进入夏时 那炙热的气息几乎让人感到一丝丝的汗水 沿着额头滑落 中间的漫版部分 你能听到暴风雨的预兆 小提琴的低音部分像是远处雷声的笼笼响起 转眼间 秋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狩猎的兴奋 维瓦尔第用跳跃的节奏和欢快的旋律 让人想起了农民们倾注丰收的盛大宴会 而在东中 那刺骨的北风似乎透过音乐 直接吹到了听众的脸上 小提琴的高音部分 如同冰雪碎片在空中飘舞 但刺激不仅仅是音乐上的描绘 维瓦尔第还未没手 协奏曲配上了一首诗 这些诗句语音乐锦觅相连 让演奏者和听众都能更深入地 体会音乐背后的意境 这种结合音乐与诗歌的方式 在当时可是相当的前卫 维瓦尔第不愧是个创新的老灵魂 现在 当我们在现代的音乐厅里 聆听四季 这些旋律不仅仅是音符的排列 它们是时光的载体 将我们带回那个遥远的时代 让我们与维瓦尔第一起 在音乐中游走于四季的变幻之中 这位红发神父的音乐魔法 至今仍让无数听众位之著迷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四季的旋律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坐在威尼斯的小船上 随着维瓦尔第的音乐 穿梭在时光的河流里 只是别忘了 回到现实后 可能还是得自己去超市买四季豆 亲爱的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 舒伯特的魔王 巴赫的巨弦上的永探调 以及维瓦尔第的四季 这些作品 都是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 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舒伯特的魔王 通过音乐和诗词的结合 将我们带入了一个 迷人又可怕的故事中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恐惧和紧张 同时也启发了我们的想象力 这首曲子 是舒伯特在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他年轻时的一次大胆尝试 巴赫的巨弦上的永探调 则以其深情和悠扬的旋律 打动了我们的心灵 这首曲子 是巴赫对美的追求 和对音乐的热爱的结晶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 巴洛克时期的情感和美学 同时也展示了小提琴的魅力 和巴赫的音乐才华 而维瓦尔地的四季 则是一场时光的交响旅 它带领我们穿越时空 感受四季的变换 和自然的美丽 维瓦尔地将音乐和诗歌 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 它的音乐意图 这些作品 都是音乐史上的瑰宝 它们带给我们 无尽的欣赏和思考的机会 所以 亲爱的观众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这些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喜欢这些作品的哪一个特点 你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或者想法吗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 与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享受音乐的魅力 一起探索音乐的奥秘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